当前阿富汗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恐怖有意问题远未得到解决 中方立场一贯而明确 外国诸阿军队应以负责任有序方式撤离 确保阿富汗局势平稳过渡 避免恐怖势力趁乱作大 美国是影响阿富汗问题的最大外部因素 美方有关决定和行动 应充分考虑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切实负起责任维护阿富汗和平重建成果 并充分兼顾地区国家合理的关切 美方从阿富汗撤军 同所谓应对中国挑战挂钩的言论 反映出一些人的阴暗心理和根深蒂固的冷战零和思维 有损中美互信 不利于两国在国际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合作 我想强调的是 通过政治方式解决阿富汗问题 早日实现阿富汗和平稳定 打击恐怖主义 符合包括中美在内的有关各方共同利益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中方院继续就此同有关各方保持沟通合作 为阿富汗尽早实现长治久安 发挥建设性作用